搶救蒜蓉,大家一起來! 國際獅子會300系吐去的獅友 人手一把青蒜要來代言促銷 這些青蒜來自離山地區的蒜蓉、呂順蓉 上月底因為承包採收工人引起火災 導致工僚發生大火損失上百萬元 事件發生後承包商不願再採收和收購 讓三公頃大的蒜田就荒廢在那,進退兩難 工人、住民、收拾兩人在裡面 所以說他們全放棄沒有給他們採收 所以來地形發生這個問題 所以說我們也非常關心就去冠軍 號召全體的會長 拜託全體的會長回去分費 冠軍來賣這個蒜蓉就對了 幫忙他賭下這個難關就對了 燒而採收工讓每天的收成量 從300斤掉到了90斤 得跟青蒜老化的速度賽跑 而這批青蒜也因盤上刻意壓低價格 進不了果菜市場 因此國際市值會300稀土區 立刻動員山海豚80個分會 3000多名室友 發起認購離山青蒜的活動 每箱50台金900塊錢 只有市價的三分之一 兩個多禮拜已經銷了1500箱 最低他說如果沒有那個的話 就是300塊而已 你看他要採收工資清潔包裝還有運輸 這些費用加價總共就超過300塊了 等於就是這些東西等於送給他 他也不要了意思就是這樣 現在的算價當然也不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第二個他也沒有人手 所以他現在既要忙著採收 又要忙著銷售 那根本沒辦法去銷售 所以我們就幾個朋友來幫忙他 那我們有許多朋友 還有我認識的幾個比較弱勢的 的一些鄉親有沒有 我能夠送給他們 他們有醫院 不嫌棄這個大蒜的 我他們來拿我都給他們 由於接下來就是高麗菜播種期 這些清蒜必須採收 否則會影響土質 而目前大約有2000箱代銷 因此獅子惠也呼籲民眾 可到三海豚三區的銷貨中新贈購 讓蒜農今年不至於血本無歸 記者李江台中採訪